大家好,我是彭少 我们平时在浏览网页想要同时下载多张图片的时候 可能通常只有一张一张去保存 这种方式偶尔用一次还好 长期操作自然是不可取的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款批量下载工具来提高效率 今天我先推荐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用的浏览器扩展插件 大家可以根据视频简介中的插件名称在谷歌商店进行搜索 也可以通过链接直接在线安装 当然首先你需要有谷歌商店的访问权限 具体方法参考我主页关于谷歌浏览器的置顶视频 安装完成在插件栏里会出现相应的扩展图标 我们现在打开一个网页 然后点击插件 会有两个选项 如果选择所有标签 插件可以抓取你所打开的全部标签页上面的图片 这个功能以后肯定能用到 但今天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们只想获取当前页面上的内容 所以应该选择当前标签 但它默认会把类似图标这种小文件也同时抓取进来 内容少的话你可以一个一个去点选 如果量大就又多了一个负担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用到这个筛选功能 你可以看到每张图片上都会给出相应的尺寸参数 此刻你只需要调节宽度或者高度 将目标图片过滤就可以了 现在剩下的基本就是我们想要保存的内容了 如果还想进行挑选 可以点击不想要的图片将其移除 或者点击想要保留的图片 然后返选 选择好之后直接保存图片即可 这时它会给你一个提示 也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你一定要在浏览器的设置里面 取消对每个下载进行询问 不然你可能需要一定的手速来不断确定 另外你还可以点击选项按钮 对所有图片进行重命名 或者导出链接使用其他工具下载 一切设置完成以后 再次点击保存即可 另外它还推荐了另一款云图在线工具 除了可以通过刚才的接口 同样实现批量收藏以外 还能够将图片同步到云端 当然你也可以实现本地上传 然后在后台进行简单的整理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试一试 它的储存空间是没有限制的 而且终身免费 说到批量下载和图片管理 其实在我很久以前就介绍过一款神器 也是我每次涉及到这个话题都要向大家推荐的Eagle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那真的应该好好了解一下 它对图片的抓取功能到目前为止难逢敌手 对于单张图片下载 你可以在扩展插件的配合下 右键添加至Eagle 也可以直接拖动图片 支持会在页面出现蓝色的保存框 将图片拖拽进去即可 而你所收藏的所有内容都会自动保存至客户端 你也可以点击扩展图标实现批量收藏 这里同样能够通过调节参数筛选尺寸 然后一键添加 接下来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去进行分类 并且管理你的素材了 无论你保存多少张图片 都能够通过任何一种筛选方式 快速找出目标文件 最后我会把之前的视频介绍和官网链接放入简介中 供大家参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告一段落 如果喜欢我的暴力分享 就请点个关注 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刻相伴 你们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也可以加微信或者QQ私料我 如果有好用或者好玩的软件 也可以来我们QQ群 与大家交流互动 来日方长 惊喜不断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